当陆怒正青年遇上偏执症老头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老头是个偏执症患者 公路限速100他就刚好开到100 绝不超速一马 你别看他老 但绝对不要惹到他 不然就是这个小伙子的下场 这个男人是个陆怒正患者 整天就喜欢开快车 遇上看不惯的还爱嘲讽别人 然而自己根本没一点实力 男人叫大山 此时正以140码的速度 带着全家在公路上飞驰 但即便是干到了这个速度 后面的四个圈还在不停朝他闪光 大山让他抄了上来 两人对望一眼 然后直接把油门踩到了油箱里 想跟他们试读 对面的男人显然也有点这方面的毛病 一脚油就把大山反抛了 这还不解气 男人抄过去后就在他面前一盘 踏车到 大山没意识到自己错了 反而还怪女儿不计安全感 妻子显然很明白她的为人 对此感怒不感言 女儿们也对老爸心知肚明 吐了个舌头便不再理会她 大山吃了憋心情很不爽 然而正在这时 前面又出现一辆白色相视货车 货车在超车道上缓慢行驶 一看速度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码 大山闪灯示意她让开 但对方没反应 此时后面已经被堵住了好几辆车 大山有点生气 他把车开出实现 直接对着前车后视镜闪灯 这回总不会看不见吧 然而前车还是没有让的椅子 大山忍不住 他把车贴近白车屁股 开始疯狂暗了 这次倒好 对方干脆减速 速度也掉到了60码 隔壁车道反而更快 他找机会抄了上去 看到对方果然是一个老头 大山用手指敲了敲额头 示意对方脑子有问题 然而就是这一举动 让他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没了白车的阻挡 大山在限速100的路上 直接干到了160码 很快他们来到服务区 不久后 那辆乡货也跟着进来 大山从厕所出来 发现老头竟然找到 自己亲女在里问着什么 大山去质问老头 老头认为是 大山超速违法在先 然后越过了石线 又没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最后还嘲讽自己 他要大山道歉 大山根本不想理他 带着家人就要走 可老头却挡住了他的去了 大山在家人面前 可不想丢脸 强撑着面子上去 就动手推老头 还好被妻子劝住 带着家人从另一边离开 本以为自己忍了气 就不会有事发生 可下了高速后 他们发现那辆白色香货 竟然在一直跟着他 原来死要面子 真的会要命啊 这个男人嫌弃老头 车速太慢 做了个手势嘲讽他 但他不知道 这一举动会让他后悔莫及 下了高速后 大山发现老头的车 就一直跟在后面 他不知道对方究竟要干嘛 妻子准备报警 但大山觉得这点小事 就要报警 让别人知道了多没面子 并表示这点小事 他可以摆命 于是干脆停下车 去质问老头 大山直接表明 自己绝对不会道歉 他大方掏出手机 让老头不服就打电话报警 老头怒了 眼睛里都冒出了血丝 他一把抓住大山的手 大山立马感到一阵距离 那老头竟然隔着手 把手机屏幕给溢碎了 显然这老头不简单 老头没收了大山的手机 大山趁老头不注意伸手就去抢 但被老头一只手就给按在那了 一旁的妻子看到丈夫被欺负 跑过来帮忙 抓着大山的裤腰带就往外拽 竟然把他裤子都给拽掉了 这时老头突然一松手 两个人顺势倒在了公路上 迎面驶来的车子 差点就要了妻子的命 缓过来的妻子 劝大山跟老头扶个软道的歉板 但大山根本听不进去 直到他看到两个女儿 已经吓得不停哭泣 大山再次回到车窗前 很不情愿地说了句对不起 老头直接关掉了车窗 然后下车鼓道着什么 大山偷摸地想去拿手机 但被老头掐住脖子 一把扔出了两米开外 这时老头取下一个喷雾器 对着大山就开门 大山手机也不要了 飞也试地逃回了车里 他想关掉车窗 然而老头快他一步 把喷头插进车里 浓烈的药剂腔的几人呼吸困难 粘到一点在皮肤上就疼痛 慌乱之中大山把车停在了泥地上 一家人赶紧出来呼吸新鲜空气 而老头此时正在穿房护服 意识到不对的一家人再次上了车 此时老头也开车追了过来 但他们的车轮却陷进了淤泥里 老头知道他们一时半火出不来 不慌不忙地准备自己的武器 大山见状只能下车去推 车是推走了 自己却留下了 老头拿起喷雾气就追 大山连滚带爬 替滚妙龙上车 一家人终于是逃掉了 但老头却从大山的手机屏幕上 看到了解锁手势 并且从里面找到了他父母家的地址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老头 一把抓住年轻人的手 隔着手就能把他的手机捏碎 还能轻轻松松把人扔出两米开外 老头是个偏执狂 做什么事都循规蹈矩 谁要是不遵守规矩 他就会以他的方式来让他规矩规矩 大山一家刚刚从老头手里跑掉 惊慌失措的妻子一路横冲直撞 终于把车开到了警局 但他们没能记下老头的车牌 所以暂时还抓不到他 警察只能先把他们护送回家 另一边的老头来到大山父母家 他觉得大山的怪脾气归根结底 是父母教育有问题 于是质问大山妈妈 一路上大山像一只惊弓之鸟 看见白色香货就一脸紧张 好不容易到了家门口 为了不在父母面前丢脸 他让警察提前回去 大山四处看了看 没发现老头的车 为了以防万一 他把车开到了自家后院里藏了起来 进屋后又严严实实 把家里的门锁了个遍 这时妻子发现父母被锁在卫生间了 大山刚想去查看 穿着防护服的老头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大山脸上就开喷 剧烈的疼痛让大山直接摔下了楼梯 妻子和女儿们也吓得关上了房门 老头也不管他 他要教育的是大山 大山慌不择路 想赶紧逃出去 都怪自己把门锁得太严实了 费了好半天劲才打开门 暂时是摆脱了老头 但这时大山脸上出现了很多水泡 显然老头的药剂非常猛烈 另一边的妻子就出了父母 也打电话报了 现在只要等着警察到达就好了 此时他全身无力狼狈不堪 被母亲滴溜着去洗澡的样子 让他没有半分脸面可言 很快警察到达 但警察没有发现老头的踪迹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防护服的人 打开了车门 正是老头 不久之后的一天 大山刚送完女儿上去 身后一辆白色香火慢慢开了过来 电影也在男人的惨叫声中结束 最终还是遭到了老头的惩罚 这部电影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陆怒正脾气不好 那是因为你没遇上脾气更不好的 一味的硬刚只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其实在自己理亏时 只要退让一步就能海浮天空 面子是大 但能大得过家人朋友的安危吗 大丈夫能屈能伸才是最有魅力的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 我是蜜瓜 我们下期见